聽聞新葡江已經有很多隱世美食 今天我找了幾間餐廳介紹給大家 和大家試試它 跟下來了 現在來到新葡江大友街的一間豆漿大王 說明豆漿大王是主打吃上海的粗飯 上海的酸辣菜 雲吞 餃子等等 我點了他們的名物就是鹹吃飯 還有外面比較小片就是甜吃飯 還點了一碗酸辣湯 酸辣湯 油豆腐 還有一杯凍豆漿 我先試試鹹吃飯 留個鹹吃飯給攝影師吃 甜吃飯有油炸鬼 加了些砂糖 可以叫它切不切半 如果不能切半 就可以整條顏色 我先試試 沒什麼味道是熱辣辣的 真的如傳聞中所說 油炸鬼超級脆 因為我外面吃過的粗飯 油炸鬼都軟了 唯獨這間我吃過超脆 然後再加上砂糖 很美味 還有糯米很煙韌 很軟 不過我最讚是油炸鬼 你真的要試試 先試鹹吧 會不會是甜是脆 鹹是軟的 不會 你先試試 油炸味真的很脆口 是啊 很驚喜 肉鬆也很香 我剛才試你肉鬆那些 你試吧 我吃你另一半 它呢 首先油炸鬼很脆 它連肉鬆也很脆 嗯 它很有口感 而且它的調味不會太鹹 配上炸菜吃 也是很有口感 如果說兩隻比較 我沒得比 我想兩樣都想吃 我全部都要 我先試這個酸辣湯 酸辣湯可以配很多款式的食物 可以配粉麵 餃子 我配了油豆腐 它的酸辣湯真的很大 而且很足料 足料 足料 燒足料 我先試油豆腐 油豆腐 因為有些豬肉 有些豬肉 煎焦了 煎焦香的表面 也不會覺得很鬆散 肉和豆腐 原來有豆腐還有一樣東西 我以為只是豆腐 不是啊 它有豬肉 再配上酸辣湯 很棒 酸辣湯的酸味和辣味都很平均 而且吃下去也不會很順 不會很腸口 很棒 因為這個油豆腐吸光 吸光了酸辣湯的醬汁 所以它經常都很豐富 很連盤 每吃一口都很充分 吸光了酸辣湯 而且它很足料 所以每筆一口吃 都很充分吃到木耳 還有筍、筍等配套 我先試豆漿 我點了這個無糖豆漿 我點了這個薑汁豆漿 你覺得怎樣 它是不甜的 豆味淡淡的 有一點薑味 挺健康的 我先試這個無糖豆漿 為什麼無糖豆漿是甜的 你是不是下錯單 是嗎 我應該下錯單 應該是甜的 那你是自己的問題 我先檢查單有沒有看到錯 對 不好意思 我很想錯 我以為自己點了無糖 怎麼會是甜的 也挺有豆味 挺香的 很滑口的 但我很想喝無糖 因為有點甜 好像很久沒有帶大家吃日本的 現在我身處這間海膽仔 這間店的門面 本來以為只有零售賣 原來裡面內部是一間餐廳 顧名之意海膽仔當然是吃海膽 所以我叫了這個海膽三色檔 有海膽 然後有拖羅芋蓉 三文魚子 配上沙律菜 和麵士湯 這個檔是148 價錢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始終有海膽 也不算很貴 也不算很便宜 合理價錢 我試試海膽 看海膽的賣相 挺新鮮的 試試看 嗯 真的挺有海水味 而且吃下去沒有臭味 很清甜 在我口中慢慢融化 因為我平時在香港吃的海膽 多數都會有一股臭蝦渠味 即是海的叫什麼味 你是不是吃得太差 任吃那些 所以有些不好的經歷 吃下去沒有異味 鮮甜和新鮮 其實我覺得吃到新鮮已經是很不錯 Cream Creamy 入口即溶 口中慢慢浮出一些鮮味 即使吞了肚子也很不舒服 快試試看 可能我吃得太少了 不如你整個都給我一口 你真傻 我再試它的拖羅魚蓉 配一口飯試試看 這個蔥的拖羅魚蓉正常發揮 我先試三文魚子 嗯 好吃 三文魚子裏面的魚油在我口腔裡爆發 再配上拖羅魚蓉 其實很難不好吃 這個小食就是這個 熔岩海膽魚餅 我買上去以為是冬菇 對 我以為真的炸冬菇 好像冬菇 對 我試試看裡面的餡 是有多少海膽 你不要告訴我這些全部都是海膽用的 不是 嚇死我了嗎 你可以算是打火鍋 吃海膽魚卷的感覺 好一點 再好一點 裡面應該是有些 混合了其他東西 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海膽 因為裡面有些甜甜的 加進了一些額外的調味 所以說同意的海膽就兩回事 但真的要試試看 下次也會叫回吃光飯 第三單就來到秋十米線 最出名的是炭燒豬頸肉 還有這個 我還沒吃過 這個就是豆花拌米線 我先嘗試一個淡味的 就是豆花拌米線 麵面是一層豆花 米線加了一些調味辣醬 表面是炸醬的肉碎 試試看 哇 它拌了一些豆花 一吃下去是很滑 每一口米線都有豆花的豆味 我覺得不錯 夏天沒有胃口 很喜歡吃些拌食物 這個加了一些豆花 有多有新鮮感 對 其實它有點像 對 平時是麻婆豆腐 我就會鬆發 這個我特別是有點像 就是麻婆豆腐 變成是鬆米線的 感覺 對 真的有點像 對 我點了酸辣小辣的湯 點了魚腐和炭燒豬頸肉 我只看炭燒豬頸肉 它燒得很漂亮 再配上泰式的臘汁 我先嘗試豬頸肉 我看到它燒出來的表面 很脆 它的皮是超脆的 然後咬進去 它的油脂和皮食 已經融入了 真的很配搭 再配上泰式臘汁 辣辣地很開胃 我先嘗試酸辣米線湯底 嘩 我挺喜歡它的湯底 它酸得甜 再配上米線 很開胃 我點了魚腐 魚腐也是出名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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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的要再撐一撐 它這個米線 再配上豬頸肉 很過癮 米線下單的時候 可以選標準 我覺得可以更爽 可以更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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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還點了蝦多士 在這裡必吃 首先很少米線湯 可以先吃蝦多士 所以我們忍不住叫了 很大塊 還有炸到金黃色 試試看 它是圓隻蝦還是蝦醬 圓隻蝦 我覺得蝦蝦很大 因為咬下去是很爽 連著包 我覺得包放久了一會 就不太脆入口 但整體值得吃嗎 我覺得值得吃 最後一間來到甜品作結 來到旁邊的理想餅店 這裡最有名的是 招牌的炸包 我選了人氣熱賣的 開心果 和D24的榴槤 表面灑了很多砂糖 裡面擠滿了開心果醬的餡 你看看 你看 流流流流流出來 所以吃的時候很厲害 小心點 我先拆開開心果醬 它不是純粹的開心果 它有混合吉士醬 吉士醬是吃到開心果味 還吃到吉士的香味 我覺得這個開心果不錯 而且吃下去不會覺得漏 因為它剛剛是即叫即炸15分鐘 要等 所以咬下去是愛著它內緣 因為有種冰火交融的感覺 剛才炸的時候 店舖也聞到很震震的榴槤香味 很瘡 有人不吃榴槤 我先警告大家 有人說不吃的 好 我們兩位視頻師都是吃榴槤 等一下 先搓一搓榴槤 好緊張 哇 它真是新鮮的榴槤肉 大家是喜絲的 是榴槤肉的果肉 它真的沒有混合任何東西 直接加入D24的榴槤肉 所以吃下去是很香榴槤味 這個真的大瘡 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真的不要錯過 今天來深蒲哥真的吃了很多東西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吃哪間 歡迎留言告訴我 今集的肥妹大團來到這裡 下集和大家一起吃吧 拜拜